大家好,我們接下來要進入這一講的第四節,那麼延續前面的部分呢,我們再繼續進行基本電路的分析。 在這一節裡面呢,我們談的電路的分析的元件呢,主要是電阻跟電容的部分,所以在這一節呢,我們要介紹兩個主要的概念,一個是電阻跟電容加起來呢,有一個叫做時間常數的概念。 另外一個重要概念是電阻加電容,可以用來做一些濾波的功能。我們先從簡單的電容跟電阻串聯的電路來看。 所以這個電路裡面呢,電阻跟電容目前呢,串接在一起,但是呢,它的中間有一個位置呢,沒有跟電源接在一起。 就這邊是一個開關,它可以選擇我要接電源,或是我要往下接短路,所以它可以選擇上或下。 我們來看看它會發生什麼事情。所以假設本來電容裡面是沒有累積任何電荷的,所以這個時候電容本來是沒有壓降的。 那麼我們這個時候如果把電源接通,也就是把剛剛這個電路呢,開關水平的地方把它接上去,這時候這個電阻跟電容就接上電源。 接上了之後呢,這個電路裡面就會有電流開始在流,這個電流呢,就會開始對這個電容器充電。 所以根據我們前面所學的知識呢,我們來看看這個會發生什麼事情。 由克系合佛定律呢,我們可以知道,這整個回圈的電壓加起來一定還是0嘛。對不對?所以, 電源提供的電壓,減掉電阻的壓降,減掉電容的壓降,這個會是0。這是克系合佛定律告訴我們事情。 那再加上呢,我們事實上可以把每一個元件的壓降求出來。譬如說電阻的壓降呢,是I乘上R。 電容的壓降呢,我們知道是Q除以C。而在這整個電路裡面,會有多大電流在流動呢?是這個Q對T的微分,這就是電流的大小。 所以,把這幾個方程式結合在一起呢,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一階微分方程式。 這個是有電阻跟電容同時存在的時候呢,這個電路裡面的表示電荷量的改變的一個微分方程式。 那麼我們把這個微分方程式呢,對時間去做解析之後呢,可以得到這個結果就是Q。 改變多快呢?Q的改變量是CD乘上E減掉Exponential-T除以RC。 那麼這個是電荷的改變量。那我們通常比較關注的是,實際上可以量得到電壓跟電流的改變量。 從電荷的改變量,我們就可以得到這件事情。怎麼說呢?我們剛剛已經講過說,電容上面的電壓有多大呢?就是Q除以C。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Q啦,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Q去除以C,就可以得到電容上的電壓改變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出來,電容上的電壓改變量呢,是V乘上E減掉Exponential-T除以RC。 那我們待會讓各位看一下這個到底是怎麼樣變化的一個形式。 而電流呢,就是Q對T的微分。所以我們可以從上面這個Q的定義呢,得到電流的大小呢,就是V除以R乘上Exponential-T除以RC。 所以這個裡面會發生的事情是,在這個串連電路裡面,一開始沒有任何電荷。 然後我們把電源接通,對電容器充電的時候呢,電容上面的電壓呢,就會開始長大。 可是重要的地方是,這個長大其實是要時間的。也就是說呢,像下面這個秀的圖一樣。 我們剛剛算出來的電容上面的電壓大小Q除以C呢,是一個隨著時間改變的函數。 那麼如果把這個函數呢,對時間化成圖端,會發現呢,它是慢慢慢慢慢慢往上長大,然後趨近於1這個值。 趨近1這個值呢,就是原來電壓源輸出的電壓值的這個大小。 也就是說呢,這個充電的意思呢,是會把電容的電壓原本從0,不斷的充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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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電源停過電壓大小,然後停在這個大小。 然後就不會再往上增加了。這個是電容充電的一個狀況。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如果電容已經充充充電了,我們忽然把剛剛那個開關移開電源往下階層短路的情況呢,這個時候電容裡面因為已經充充充電了,這裡面的電荷就會從電阻這一邊開始往外流。 也就是說呢,電容會開始透過電阻來放電。那麼這個時候怎麼樣看出來裡面的電壓跟電流的改變呢? 我們再一次的,我們先從克希爾夫的電壓定律來看。那麼剛剛已經描述過,在這個電路裡面的電流呢,會是DQ除以DT。 所以呢,在電阻上面,它會產生的電壓的改變呢就是R,乘上DQ除以DT。而電容本身的電壓是多大呢?就是Q除以C。這個是不會改變的。 那克希爾夫告訴我們說,這兩個加起來會等於0。所以我們一樣把Q的這個對時間改變的一階二位分方程式呢,稍微去解析之後呢,可以得到這樣的式子。 就是Q等於Q0乘上Exponential-T除以RC。那Q0的意義呢,就是本來剛剛在電容裡面被充飽的電荷的量的大小叫做Q0。 所以呢,把這個Q的跟時間的函數呢,拿來解,就可以解得出來在電容上面,它的電壓的大小呢,剛剛就說是Q除以C。 所以我們把剛剛這個Q呢,的方程式移到下面這邊來,就可以得到電容上的電壓呢就是Q0除以C,然後乘上一個Exponential Decay的一個形式。 而整個系統的電流呢是DQ除以DT,所以這個電流呢會是,如這個方程式所寫的rc分之負Q0,然後也是一個Exponential,rc分之負T,這樣一個Exponential逐漸往下掉的一個形式。 所以再一次我們針對電壓來看一下電容上面的電壓到底會怎麼改變。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剛剛電容是充飽的,然後把它接到短路,之後呢電容會不斷的放電。 所以你可以想像電容上面的電荷會一直流失,當電容的電荷流失的時候呢,電容上的電壓就一直下降。 再一次這個需要時間,這跟電阻是很不一樣的。所以從剛剛這個方程式影片上來看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電容上的電壓呢會有一個隨Exponential往下遞減的一個趨勢。 那麼實際上畫成圖呢就會長得像這樣,也就是說一開始電容上的電壓呢是滿的,就是V這個電壓。 那麼隨著時間過去呢它開始放電,所以裡面的電荷一直流走,然後電荷一直下降,呈現一個指數下降的一個趨勢。 所以這個就是電容放電的一個情況。 那麼有了剛剛這兩個分析之後呢,我們來問各位一個概念的問題,就是在這個系統裡面,如果我要讓電容充電很快,我應該要使的電阻跟電容的值是大還是小呢? 相對的,在放電的電路裡面,如果我要讓它電容放電很快,這個時候我要怎麼設計電阻跟電容的大小呢? 我們從剛剛兩個電容充電跟放電的時間函數來看,這個是我們會發現,不管是充電或放電,在時間的函數裡面都有一個一模一樣的像是Exponential RC分之負T。 所以呢,在討論電容充電的時候呢,我們通常把RC這個數值呢,稱為電容充電的時間常數,因為它在Exponential的分母,所以這個時間常數如果越大,這一個指數函數呢,就會改變得越慢。 這個RC越小,指數函數改變就越快。指數函數改變越快的意思就是它充放電越快。所以呢,我們把RC呢,通常叫做時間常數T,這個數值呢,就會直接決定充放電的速率。 因此,如果你要讓電容充放電快的話,你必須要把R乘上C這個值,設計得越小越好。 那麼我們也在這邊呢,邀請助教做一個示範的時間讓各位看到,我們送一個方波進去,來使得電容充電跟放電,可以直接跟我們剛剛求查的方程式做一個比較。 現在把一個電阻跟一個電容串連,然後在他們這個電路當中,通入一個方波的訊號。 現在這個方波是1000Hz的訊號。 那可以看到的是,黃色的線是我們的輸入訊號,藍色的線是我們電容的充電訊號。 那因為現在電阻比較大,所以它的RC的時間常數也比較大,充電比較慢。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藍色的線跟我們黃色的輸入訊號有一個蠻大的差異。 那現在我把這個電路裡面的電阻降低。 你可以看到,我把電阻降低的時候,充電的速度變快了。 也就是說藍色的充電曲線,跟我黃色的輸入訊號,是幾乎一樣的。 由於RC電路的時間常數,是由電阻跟電容共同決定的。 可以看到現在,因為電阻跟電容都比較小,所以它時間常數比較小,它的充電速度也會比較快。 所以充電的曲線,跟我們輸入的訊號是幾乎一樣的。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把電容換成原本的10倍大小,它的時間常數會因此變大,充電速度也會變慢。 就是像現在看到的一樣,我們藍色的充電曲線,跟我們黃色的輸入訊號有一段差異。 好,那麼我們剛剛已經簡單分析了一個電阻跟電容串接在一起,會造成充電跟放電的現象。 這一個充電跟放電的現象呢,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看這個電路,我們猜猜看。 如果我這時候輸入的訊號呢,不是一個直流電,而是一個會變化的,像正旋坡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像右邊這個接法,也就是說輸入在電阻這一端,輸出呢在電容這個位置。 那麼這個電路呢,會使得哪一種頻率的輸出變小。 所以要請各位猜猜看,是我輸入的電壓呢,頻率越高,輸出會變小,還是輸入的電壓頻率越低,會變小,還是都沒有影響,還是都會影響。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非常類似的電路是,如果這時候把電容跟電阻位置交換,也就是輸入的電壓,灌在電容身上。 輸出的電壓呢,在電阻身上。這個時候這個電路會對哪一種頻率的輸出造成影響呢? 那麼在這個部分呢,我們直接用一個示範實驗呢,讓各位來看到它的影響。 剛剛說的輸入在電阻身上,輸出在電容身上這件事情呢,它會造成一個所謂的低通電路,也就是低頻會穿過這個電路。 高頻的成分呢,通過這個電路的時候呢,會被殺掉。這樣叫做低頻通過低通電路。 而另外一個電路呢,如果輸入在電容身上,輸出在電阻身上,這個呢,會造成高頻可以穿得過去,低頻會被殺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叫做高通電路。 這是一個用電阻跟電容組成的低通濾波器。 這邊使用的電阻是4歐姆,電容是3.3 Microfarad。 然後現在我們有一個交流訊號,是設定在1000Hz。 那在示波器可以看到的是,黃色的部分是我們輸入的1000Hz的訊號。 藍色的部分是我們從電容兩端的電位,接出來的輸出訊號。 在1000Hz的頻率之下,這兩個訊號是差不多大小的。 那我們現在將頻率升高,升成10000Hz。 你們看到藍色的會比黃色的稍微小一點點。 那我們再往上升高,變成10萬Hz的頻率。 這時候藍色的輸出訊號,大約只有黃色輸出訊號的一半。 我們再將頻率升高到100萬Hz。 這時候藍色的訊號已經比黃色的輸出訊號還要小很多了。 也就是說這個電路只會讓比較低頻的訊號通過,而高頻的訊號過不去。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比較低頻的部分。 這是100Hz的交流訊號。 這時候可以看到輸入跟輸出幾乎是一樣的大小。 那我們再將頻率放慢。 這是10Hz的交流訊號。 同樣的,輸入跟輸出的訊號大小是差不多的。 所以這證實了這個電路的確只能讓低頻率的訊號通過。 這是一個由電容跟電阻組成的高通濾波器。 我們這邊使用的電阻是100Ω的電阻。 電容是3.3μF。 那現在我們對這個電路輸入一個1000Hz的交流訊號。 並且測量橫跨電阻輸出的交流訊號。 在示波器上面可以看到黃色是我們的輸入訊號, 藍色是我們的輸出訊號。 在1000Hz的輸入的時候, 他們的訊號代表是差不多的。 那同樣的,我們將訊號的頻率向上提升。 現在是1萬Hz。 在1萬Hz的輸入訊號時, 輸出跟輸入的訊號幾乎是完全一樣。 繼續往上提高輸入訊號的頻率。 現在是10萬Hz。 一樣的,輸出跟輸出的訊號大小幾乎相同。 當我輸入的頻率達到100萬Hz的時候, 輸出跟輸入的訊號大小一樣是幾乎相同的。 那這個是高通浴波器。 我們接著試試看, 將頻率降低, 會看到什麼樣的現象。 這是100Hz的輸入。 會發現這時候輸出的電壓大小已經小於輸入電壓大小的一半。 當頻率降為10Hz的時候, 我們幾乎看不到輸出的訊號。 所以這個證實了, 高通浴波器的確只能讓高頻率的交流訊號通過, 而低頻率的訊號會被濾去。 我們將剛剛的低通浴波器和高通浴波器串聯。 然後在這個電路裡面, 用三台函數訊號產生器產生三種不同的頻率輸入。 第一種是1000Hz的, 第二種是10萬Hz, 第三種是5Hz的頻率。 然後在示波器上面你可以看到, 黃色的那條線就是我們的輸入訊號。 可以看到一個比較明顯的正弦波形。 那個就是我們1000Hz的輸入電壓。 那可以看到的是它在上下震盪。 這是因為我們還在這個上面加了一個5Hz的訊號。 所以它會用5Hz的頻率上下震盪。 另外第三種訊號是10萬Hz的。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波形再放大。 你可以看到在裡面的一個邊, 上面還有一些震盪的形狀。 這些震盪的形狀就是來自我們輸入的10萬Hz的訊號。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當這三種訊號輸入我們的帶通鋁箔器的時候, 它的輸入訊號會長什麼樣子。 這條藍色的線就是我們的輸入訊號。 那我們還可以跟它輸入的訊號來做個比較。 你可以看到的是, 黃色的輸入訊號會用一個5Hz的頻率上下震盪。 可是藍色的輸出訊號並沒有這個5Hz的頻率。 因為這個頻率會被我們的高通濾波器濾去。 至於比較更高頻率的10萬Hz的訊號。 在這情況下你可以看到的是, 在我們黃色的輸入訊號裡面, 仍然有一些小小的震盪。 那些小小的震盪是來自我們輸入的10萬Hz的訊號。 基於在藍色的輸出訊號當中, 我們幾乎看不到這樣的一個10萬Hz的頻率存在。 所以這證明了, 將高通濾波器跟帶通濾波器串聯起來, 形成的帶通濾波器, 可以同時濾去高頻跟低頻的訊號, 滋留下中間的頻段。 那麼這個部分呢, 關於頻率響應呢, 更詳細的分析呢, 事實上會需要使用像Laplace Transform等比較進階的數學工具。 所以我們就不在這邊分析給各位看。 但是鼓勵各位呢, 可以在網路上修習其他的電子學課程。 譬如說MIT OpenCourseWare, 裡面呢它就有很好的電子學的課程。 不過雖然我們沒有計算呢, 我們還是可以跟各位聊一聊, 那到底為什麼生活中會有這種要把特定頻率殺掉的事情呢? 也就是說這種把頻率殺掉的東西, 到底可以做什麼? 各位可以想想看, 你的生活中有沒有什麼時候會需要選擇特定頻率? 太多了。 舉個例子。 在從前大家在家裡聽音樂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都不是靠買CT或買錄音帶, 都是靠一台很簡單的收音機, 就可以聽到很美好的音樂。 收音機本質上就是在選擇特定的頻率。 如果各位有用過這種古代的收音機的話, 就說這個收音機我需要去調整它的頻率的接收範圍。 那麼調整頻率接收範圍是什麼意思呢? 事實上當你在轉動這個旋鈕調整頻率接收範圍的時候呢, 就是在調整RC的電路, 使得你可以選擇出一個正確的頻率。 那麼這個正確的頻率呢, 才能讓你聽到特定電台發出來的聲音。 那麼講這個收音機好像很古代以前的事情。 現在可能很少人在聽, 用這麼大的收音機在聽電台。 可是呢,在現在這個時代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手上有一支手機。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別人打電話給你, 只有你的手機會想,隔壁的人手機不會想。 就算你們是同一家的手機, 為什麼可以打電話很準的只打到我呢?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每個人的電話, 每個人的手機裡面都有設定一個特定的頻率。 就算我們兩個是同樣的, 一家公司出的手機, 我們兩個的手機會收到的頻率是不一樣的。 這怎麼做呢? 這就要靠它裡面設定頻率, 哪些頻率可以通過,哪些頻率會被殺掉,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所以,像剛剛說的RC電路呢, 就是一個最基本的, 可以選出某些你要的頻率, 把不要的頻率殺掉這樣的應用呢, 在生活中其實是非常非常多的。